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想把两个人的日子过好 和她现在根本不配合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郝先生30岁来自西安摄影师 曾女士26岁来自西安摄影师 欢迎两位 等于既是夫妻又是合作伙伴 这么理解对吗 对 结婚几年 结婚一年 认识了又差不多六年了 那也就是七年之痒了呗 对 今天来是怎么了 就是认识了这么久 也结婚了 她大大小小的事 基本上从来就不和我商量 我要是有什么提出来的要求 她也就是缓着 然后最后还是按她的走 阳奉阴违 对对对 就是这意思 所以今天是让老师来改造她是吧 对 感觉就过不下去了 这可别 才一年就过不下去了 我也不是阳奉阴违 因为我年纪比她大嘛 比她大五岁 我俩刚开始相处的时候 我也经常去证据她的意见 但是她当时呢就是随便 经常就是 没有 她那会儿就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直接跑到我家楼下了 这个事得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说起来 你说说说 那会儿我们认识的话 是我高四吧 就是复读的时候 高四 对 复读了一年 然后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因为那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嘛 然后就加上了好友认识了 她也知道我是高四 压力比较大 然后经常就会陪我聊天呀 鼓励我呀 然后疏解我的压力 但是就是到了大学的话 我们确认了关系 谈了也差不多有一年了 然后她跟我说 想让我爸爸妈妈就知道 她和我的关系嘛 然后我是觉得我才刚上大学没多久 你说就给我爸妈说那个啥 谈了个男朋友 我自己也不好意思 也怕我爸妈接受不了 是是是 因为当时我也比她大无岁 然后我是失婚年纪了已经 我就谈恋爱的话 我是冲着结婚的目的的 我就说是这么长时间了 因为我中间跟她说过很多次 就是能不能让你父母知道一些 她一直在回避嘛 一直不说 那你做了什么 然后 她就是没经过我同意 直接跑到我家楼下来 弄得我父母和我也挺尴尬的 就啥也没说 我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朋友 不是 她在你家楼下 怎么就尴尬了呢 就敲门呀 然后说 敲开了门 对 说 说阿姨 我是男朋友 我现在来就是 想见一下 就是伯父伯母 就是这个意思嘛 她就是想确定一下这个 拎东西了吗 我 没拎 空着手啊 对 我现在觉得也不太合适 但是当时 她 勇气可嘉 至少敢呢 就是因为特别莽撞 也不跟我商量 也没拎东西 然后我父母一看她 怎么突然就跑来了 不跟我商量 然后那是不是 平时也不尊重我 然后不把我当回事 再加上她是北方的嘛 然后我妈妈是想的 到时候 我就毕业了 还是得回南方 我是南方的 你是哪人 湖南的 老家是南方的 现在你们都在西安是吧 对 现在目前是在西安 然后就是不同意 也觉得远嘛 还有就觉得她莽撞 又觉得是网上认识的 老一辈的人都觉得 网上认识的不靠谱 所以你看老人家的想法 他多么地缜密 你那个行为 他首先看到 你这小子对我闺女 平常不尊重 要不然怎么能 不商量就来呢 对 看见没有 所以年轻人啊 别鲁莽地来啊 看起来很男子汉啊 这个行为背后 说不定给自己 埋了多少坑呢 对 是的 后来呢 后来就是她跟我 一起分手了 当时我还在苏州上班 我去了以后 我也其实 心里也不太高兴嘛 然后她爸妈 也对我印象不太好 她最后 我回苏州以后 跟我说是 要么就分开吧 当时我也没说分开 然后就是 就没再联系了 对 然后有一个暑假吧 基本上没怎么联系了 慢慢的 然后是开了学 然后有一天 就在我们学校 我苏州楼下 看见她了 她又自己跑过来了 又来这一套 对 她自己又跑过来了 因为我当时 我确实想争取一下的 我不想这么容易 就分开了 你去学校干嘛去了 因为我俩一日一地嘛 就谈了一天一日一地 然后我把苏州工作辞了 我去西安工作去 就是有段时间能相处 对我俩的感情也比较好 像个男人 这特打动你吧 觉得好像还挺好 我就原谅她就和好了 你看你看 和好了之后 我就说上次那印象不好 要不咱们再试试 这次有点什么准备之类的 说不定能改善一下印象 然后我就又带她 就回了 这次是你带着回家 对 我们一块带着回去了 然后我妈就也 也是我们同行 然后她跟我说是 就是想自己做一个工作室 想跟我俩一起 因为我这个朋友 认识很多年了 就是我俩关系也好 也处得来 当时跟我说这事了 然后到时候我俩一算 其实投的钱不是很多 到时候我投了以后 哪有不多 都投了有二十来万 刚开始没想这么多 刚开始想 我俩不到十万就能做起来 但是后来是 我们开始装修 然后钱就花得有点多了 那你就忘记了 答应这姑娘妈妈的话了 因为我跟我朋友 其实我们那会儿商量过的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嘛 就是我俩前期把这些店 运行起来以后 然后我们后面 可以再招摄影师 我就可以 不用住在这一块 她根本就是把这个事 把我扣在这儿了 行 那这么一说 我怎么回 对 我有工作室了吧 对吧 对 你投了钱 我怎么能让你 把那个钱打水漂嘛 对对对 然后就到后面就说 咱们也比较稳定了 然后你看要不要订婚 因为我在那儿 也托她朋友 找了一个兼职的工作嘛 等于你就没回湖南 对 没回 就找了个兼职工作 因为我不想在西安长期待嘛 所以就找的是临时的 找她朋友 也是个美术老师 然后她就说 那也稳定了 咱们要不把婚定了吧 我就想这么多年了 那就把婚定了吧 当时我跟我父母也沟通嘛 然后说是去她家 然后我跟我爸妈 我们上开车 因为当时挺远的 应该一千多公里吧 开了有一天一夜 不是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 我是说 你们自己要开的 你坐飞机不行啊 她说得好像苦哈哈的 我跟我爸妈亲自开车 一千多公里 开了一天一夜 我是多么有诚心呢 坐个飞机不是挺简单的事吗 因为我妈 你说这样干嘛呀 我妈坐不了飞机 那是你妈的身体问题 对不对 她已经开始上演苦情戏码了 对 我们非常真诚的一家人 驱车一天一夜 一千多公里 到了你们家了 对吧 往下说 往下说 怎么了 然后当时就是 我越父越母就觉得 我爸妈挺有诚意的 你看 然后呢 当时就把这事定下来呗 就定下来 那没商量一下 说结婚 商量了 我爸妈也就是问了一下 他爸妈的规划 两个孩子在哪发展 他爸妈人也挺好的 就说两个孩子 看他们自己 年轻人咱们不管 这意思我妈一听她更高兴了 那就说那就好 大家都开开心心地 把婚一定 这就定下了 他当时没表态 他当时也表态了 他说挺好挺好 以后就在湖南嘛 然后我爸妈就觉得特别好 然后就才答应了 是答应了吧 我当时是答应过的 但是我现在我也 就是没有说是 我们以后也不回湖南了 但是现在的时间 行 这就算答应了 对 答应我们就挺开心的 又回西安了嘛 我就想着 那就是不再西安定居 就不要再西安买房子嘛 那战然了 又不打算在西安发展 对嘛 就先租个房子 算了嘛 先过渡一下 没多久他跟我说 他在西安订了一套房子 交了订金了 都不跟我商量这么大的事 你说这能接受吗 一点都没把我当回事 我当时看那个房子 我是没打算订的 没打算订你看什么 因为我俩一直租房子住嘛 就是当时在西安 那会创业条件特别差 然后那房子里面也没暖气 经常就是 我们洗澡洗一半也没水了 然后他也经常感冒 他那会儿就是因为天冷 就是腿疼嘛 到现在也没好 我想着 我俩有个固定的地方住 那也可以啊 我就去看那房子 当时那个寿楼公共说 这个房子 其实就是很多人想要嘛 然后我当时看那个 价钱也合适 低端也可以 当时也是头脑一热 就把低音交了 你看嘛 就因为就是 你说我要是自己回 我男他又不同意 我说我自己回 他死气歪歹地不同意 就求我 这等于是继安了 家了 对 也做了事业了 扣哪了 扣在这儿了呗 对 人也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想着 那房子你那个啥 你都没跟我商量 那婚礼办的时候 我总能自己做主了吧 我说那我婚礼 两边要一样 都要办主场 这边也要有婚纱 我娘家这边有婚纱 听懂 有私姨 也就是有各种灯光仪式 他当时也答应地说 行行行 都答应你 结果又变卦了 当时去他们家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 还我妹妹都去得 特别开心 热闹闹地 办得也特别好 特别隆重 然后到我家的时候 我当时前一天还问他 我说 那咱爸 咱妈也就是他爸爸妈妈 我说 机票怎么弄的呀 也说不用管 他说他都安排好了 而听他的 结果一半就是个回门宴 什么都没有 公公婆婆也没来 就让我特别下不来台 我给亲戚朋友都说的是 是婚礼嘛 这就是为啥 因为我妈 她确实坐不了长途车 不是那提亲的时候 不是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吗 对啊 因为我当时想到 就是提亲的事已经去过一次了嘛 现在婚礼的话 大家都是一边办主场 一边回门宴 那你当时不是答应人家两边主场 因为我不答应他就没办法 不答应他的话 婚礼他就 哎呀 你真行啊 小子这个一步一步的 这就委屈了呗 对 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这就算婚前是吧 对 婚前了 那婚后就更不得了了 婚后 婚后他就老爱挑我刺 特别爱挑我刺 我没有挑刺 因为我们创业阶段嘛 工作很忙的 他在家里面就一点家务也不干 然后每次我回去还得我收拾 就是地液是我擦 如果是我不动的话 那沙发上的衣服可能就堆满了 虽然坐的地儿都没有了 因为当时是他说 你留心安了 你也付出了这么多 已经挺委屈了 那家里的社婚后 大大小小的家务啊 都我来包了 就是这样说的 你真信啊 我信 但是主要都是我做的 还是我做 但是你也 是不是你自己承诺的 我是承诺的 是不是你作为赎罪条件的 但是他也不能一点不做呀 我不做他也不用 把婆婆叫过来吧 婆婆来干嘛 婆婆他说 我不做的话 他就让婆婆来 那婆婆来一看这么乱 就收拾了 我总不能让婆婆在那 擦地 裹在旁边看着吗 他家就是西安的是吗 他家不是 但是他过来的话 特别近一个小时 高铁就过来了 动车 就几十块钱啊 就过来了 然后就经常 就是拿这个事压我 那你也不做 也没人做饭 我也忙着扶不上 那我说我妈过来做 也是给咱俩减负担啊 那你这不就是 拿婆婆压我吗 而且你也根本 就没有跟我商量 他就直接把婆婆 是叫过来了 那家里这么乱 婆婆看见的 那是不是说我 就说我就是 为这个家不付出吗 这个出口 等于又有承诺 其实又没有兑现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关键是他后来 把我家锁给换了 为啥 我不知道 他就跟我商量啊 就是因为 婆婆的事不跟我商量 那我就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把锁换了 我就觉得这事 特别过分 你再怎么样 你换锁 你也跟我说一下 你也知道 要跟你说一下 你之前那么多事 他都不跟我说 你现在知道不好说 就这个还 工作也没 也没那个啥 没跟我商量 不是 你婆婆来了 你换的锁还是什么 你怕你婆婆来 对 之前就婆婆来的 走了之后 中途有一段时间 我就把锁换 我怕他突然又 没跟我商量 不是中途把锁换 明白了 明白 这次听了 工作呢 工作上 他自作主张 把我工作辞了 他那个工作 当时就是个兼职做的 就是他不想找全职嘛 说是以后要回去的 当时我一朋友 做一个美术培训的机构 然后我就 把他介绍到那块去了 当时我这个店 也缺人手 声音也起来了 我说招人的话 也不好招 你干嘛 那也是个兼职 你就直接过来坐呗 对 他就没跟我说 然后我还批颠批颠地 去上班 然后人家说 你不是辞职了吗 他说 他不是说 你不来了吗 你不是帮他工作室吗 我当时就 我才知道 好尴尬 原来是这样 好尴尬 真的是 所以你现在变成了他的 对 就助理嘛 你小子可以啊 这联盟带骗 就把一大姑娘 就骗成你媳妇了 那到底还回不回湖南啊 当时说的是 那个工作室 回本了就回湖南吗 回本了吗 工作室现在差不多回 那就是没回湖南了是吧 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这意思 他说的是工作室 这会儿又比较好 他现在的问题 是我俩一起工作 他现在就是 他就故意 处处对着我干 有些问题说 七八次也不注意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外拍 如果顾客是 就两大包衣服嘛 他就只带了一包过去 我又不是学这个的 有时候忘记一点东西 那也很正常 他就根本就不顾及什么 就直接在顾客面前 开始数落我 骂我 吼我 就有时候冷不定的 还会这样推我一下 就让我特别下不来台 当时顾客的面说的话 确实是我不太冷静 但是你要知道 他一个问题 真的是说七八次都完成 这不是你当时 挖人家去的吗 对啊 就是啊 也不是人家要找的你啊 你自己看的呀 对啊 你让我别干了 我还乐意呢 那也是为咱俩呀 自己的事业呀 那是你的事业 人家的事业在湖南 是吧 姑娘 对啊 我还说继续干 我美术老师挺好的 就是呀 还有一次就是拍一个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的表情 是需要就是引导的嘛 对 他就故意给那小孩 让他做一些鬼脸 让他特别丑的表情 做顾客也不满意 就是推单 现在就经常是这样 所以你要老使阴招吧 别人也可以使阴招 对啊 还影响是吧 而且现在也回本了 你也没有提这个事 老是一拖再拖的 现在是回本 那但是好不容易 现在开始盈利了 然后咱现在回湖南的话 我不是说不回去 回去的话 你在租房住吗 最起码你得付个首付吧 回去以后 有个房子住吧 那他又要攒个首付 那得又得攒多久呀 又得多少年 那这得拖到什么时候呀 所以女生是看不到 回家的路了是吧 对 一拖再拖的 我就感觉我现在不相信她 我问几个问题呀 在西安生活和在湖南生活的 差别是什么呀 吃的 然后还有 我就是在湖南基本上 就鼻炎不会翻 我到了西安就是鼻炎 经常容易发炎还有发烧 就主要是不太适应 对对对 你有打算给他生个娃吗 不打算 那生了娃那更走不了了 对 我就不想他工作时 越干越好 那越干越好 我不是离回家更遥遥无情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 来 我们这儿说实话 坦诚一点 我说的是实话 这儿从来说实话 我那么不想你 让我肯定这儿 就不想你 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什么 我开始闪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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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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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生 你很厉害 我发现你对付妻子 有用不完的聪明 就像回湖南这一件事情 回本了 两年以后我们回 现在真的回本了 她说我要趁身追击 等到她失败了 她会说 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 说一辈子 她都有理由 都有借口 不会无难 但是男生 你有没有感觉点愧疚 作为丈夫 你给妻子的承诺 一个个都比孙悟空还要空 而且你很多事情 不管对 不管错 你总是有理由 总是有借口 你对妻子很显然 缺少了人 缺少了尊重 是刘西安还是湖南 本可以好好的商量 你为什么 要用这样的梦幻般的借口和理由 去蒙骗她呢 她是你妻子 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理由 我想你也会尊重 对吗 所以你不要看 这样的问题很小 小问题最后 积淀在一起 它就是大矛盾 这种矛盾一旦不可化解 它可以把你的婚姻 全部击垮 所以再不要 用自己的借口 用自己的理由 去骗她 好吗 我们互道一点 谢谢郭红兄 来 湘大老师 你真是步步为营 不真诚 不坦诚 你正在把你们的婚姻 推向悬崖 其实 在开始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掩盖问题的人 你把所有的问题 都糊弄过去 麻烦你接下来 真诚一点 坦诚一点 就是怎么想的 怎么说 怎么说的 怎么做 就不要说一套 做一套 这样真的特别特别容易 将你们之间的信任撕裂 一旦撕开了一个口子 再想逢上 太难了 另外其实 我更想跟女生 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你现在 在做婚姻当中的 木偶人 就是你完全被她 牵制着走 不要这样 你现在不能浪费 自己的人生时间 来跟她对抗啊 你不觉得这是 在浪费你自己的人生 浪费你自己的青春吗 我觉得说找一个 什么临时工啊 什么兼职啊 什么 这完全是对自己人生 不费责任 你不管在哪个城市生活 那都是你的人生啊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调整一种心态是什么 不要受她牵制 无论在哪儿生活 是你的选择 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 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任 在西安 不要依附于她 听她的说 去她的工作室工作 就去她的工作室 你为什么不靠自己的能力 去找一份工作呢 你需要运用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啊 你每天纠结的是 她什么时候跟我回长沙 你应该纠结的是 我的人生接下来该怎么走 我可以依赖你 但我绝不依附于你 所以我觉得虽然她是不对 她可能在哄你骗你 但是你不应该在这个骗局当中 一再沉沦下去 请请吧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小鹏老师 你会相信一个爱你的骗子吗 一般的姑娘都会说 我不会相信 因为骗就是骗 男生 你真的是爱她了吗 我只知道一个信条 爱里边不会有谎言 我绝对相信一点 一个做事的人 他不会轻易离开 自己的战场 我自己跟你一样 我们都是创业者 谁要告诉我说 小鹏 放弃北京的创业项目 只要回本立刻走 我怎么可能呢 我好不容易回本了 我绝对会要再做下去的 我不可能走掉 所以男生 爱人 还是事业 你选哪个 如果你选爱人 那你就只能立刻回去 如果你选事业 就得明确地告诉给她 不会回去的 我希望你在这个地方 陪我一起打拼天下 同样我也想问姑娘 你明知是骗局 你还步步愿意被骗 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你爱她 可能是因为你舍不得她 所以我也想让你自己 问你自己 我要不要就在西安生活 因为对于你来讲 其实回哪里 只要跟最爱的人在一起 在哪里都是有爱的 我告诉给她 从今天开始 我陪你创业 不要再选了 我陪你 所以这是你们应该做的决定 而不是只为自己着想 千万记好了 只为自己着想 永远得不到 真正的家庭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小鹏老师 李娜老师 我一直在想 她究竟是在这桩关系里头 是骗你的居多呢 还是不尊重你的居多 然后我倾向于后者 不尊重你 主要是因为你是个小孩 她认识你的时候 你是个小孩 你回到湖南去 也是要做一个小孩 回爸妈身边 你到她身边 也是做一个小孩 因为一切听她的就好了 你没有自我主张 所以她觉得 我什么事 不用跟你商量 我们对小孩的方法 永远都是哄哄 先哄好了就行 小孩说 妈妈我现在要吃糖 我们说过会儿 过会儿 然后给她一个玩具一塞 慢慢地 她就忘了吃糖这回事 她对你也是这样 你说我要到湖南 她说好的 会的 会的 慢慢地 你可能因为忙于西安的事情 她觉得也就忘记了 回湖南这件事 之所以你把她当小孩 是因为你觉得 她没有成熟到 可以跟你共同商量这件事情 你们从来没有理智地去讨论过 留在西安 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住房 我们孩子可能将来面临的学习 各方面的东西 你没有跟她理智地谈过 你都是敷衍她 会的 会回去的 如果你肯 把她当成一个成年女人 做这一些决定的时候 能理智地去跟她商量 她听不懂 教她 引导她 而不是敷衍她 可能她也慢慢地能接受 为什么我们此刻要在西安 她也不会这么愤怒 就觉得你怎么什么事情 都是骗我的 都是等等等等 到最后都变卦了 试着跟她理智地沟通 慢慢地让她成长起来 不要再劳采取 哄哄哄哄哄 因为小孩要长大了 假如她跟你商量了 假如她跟你一五一十地 我们把这个利和弊 都摆在这里 写得清清楚楚 考虑过了湖南和西安 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倾向于 她为你们的人生做的选择 所以记住了 在这里头问题很大的人 其实是你姑娘 你都没有做好 为人妻的准备 甚至你都没有做好一个 作为社会职业人的准备 你就糊里糊涂地变成了别人的老婆了 其实留在西安的你 眼前有两条路 就是在她即使不做改变的情况下 你面前也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 我边在西安生活 我边找自己的工作 我不让我老公的朋友给我介绍 因为内疆受制于人 由他们决定我的职业方向 我可以自己求职 自己应聘 这是一条 第二条路是 我管你同不同意 你说还要在西安创一阵业 没关系 那我先回我爸爸妈妈那边去 我可以先回湖南去 我们两地分居 但是并不影响 我们依然是关系很好的夫妻 我们依然可以周末 比如说买个随意飞 然后周末的时候 我就飞过来看看你 你来看看我 反正是做自由职业 你的时间应该相对 还是比较宽松的 可能两地分居着分居着 总有一方决定 还是要走到一起了 对吧 但两条路你都没做 为什么 因为你缺少自己的人生主动性 你一直在被动地等人 安排你的人生 问题最大的就是你 高考失败了 全部的人都告诉你 必须得考上大学 你考上了大学 谈恋爱了 男朋友去提亲了 你就嫁给他 你爸你妈帮你在老家 找到工作了 你就打算回去工作 男朋友让你到西安去 帮你找到工作了 你就去男朋友 找到的工作去工作 男朋友告诉你 那份工作不能做了 你也就失业了 男朋友让你来 他的工作使工作 你也就又上岗了 所以你的人生里头 从来没有为自己 主动地做过什么 与其被动地 永远等人 安排自己的命运 你不如想想看 怎么样给自己的命运 安排一下 想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尊重 你得自己先站起来 先为自己发声 谢谢平达老师 没啥啊 别皱着眉头啊 路不都指好了吗 由西安回长沙 把她当成一个女性 平等地跟她谈 学会尊重 这不都是路吗 别愁眉苦脸的 想办法吧 爱不爱得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 今天听了老师们说这么多 我也挺有感触的 主持人的建议 其实也挺好 就是我可能接下来 我就尽可能地 跟我的合作官商量一下 然后如果这边 能放手的话 咱俩就一起回湖南 但是可能 你也得给我一点时间 我再 我再考虑一下吧 我感觉好像 不是 因为我知道 我一直以来 确实做事情都比较自我 然后我现在也 意识到这个问题 以后的 我就也尽量改变 行 那我再考虑一下 就这样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看一看这对夫妻 做何选择 请开门 回举后私下商量商量啊 尤其是女生 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咱们来商量 好了 接下来 让我们的浪漫时刻留给他们吧 各位请现场 这就算给你补一个那个主场了 来来来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险剧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男友还没结婚呢 我自己身体不好 怀孕几率呢 只有一半 属于困难户的那种 想经过治疗 但是经济呢 又不允许 现在她妈妈要求我 必须怀了孩子才能结婚 我男朋友还是想着我的 可是她妈妈很强势 我不忍心看她两面为难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的婆家 嫁进去 也是只有你受罪 因为从始至终 她只把你当作了 声誉工具 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当然也要谢谢 电视机前收看 并且陪伴了我们的 观众朋友们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